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香港台2023 并肩同行 依然有你 有你们的支持 香港台继续会紧守岗位 做到最好 名借以下商户 排名不分先后 地产铁三角 装身 利安家司 Scrumptious 黄店 大家好餐厅 郑太保险 Twin's Service 逍遥游 Technic Motors 青藏牛肉面 地产威廉 依妈团购 Filty The Realtor Bear 地产熊 荣春芳永康拳述馆 TT Auto Beauty We Do Mortgage 太容易 Wax Phone iPro Online Driving School 欢迎来到2023年3月11日的香港台Cross OC 香港和理试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大寶 今晚和我们一起试试James James又来了 喂 你好啊 喂 那又一个星期了 是啊 澳洲这些 我们又要上班 有很多业务往来 很多东西 真的很容易一个星期 有时候有些新闻很持续性地 一直带下去 有些突然爆发出来 很突发的新闻 其实两种新闻对于我们来说 都有很多冲击 这一集我们会有很多这样的新闻去说 James 我们上个星期 就说澳洲阿弗兰的 国际航天战和国防博览会 我们说到很大快人心的 有56个国际代表团出席 又有我们地位住的人会去玩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某两个国家的代表团 或者他们的代表就不获准去参加这个博览会 就是我们上个星期都笑了很久 不是说笑不笑的 因为始终比较敏感的嘛 所以说就不要让他来到免得 基密外洩 是是 基密外洩 这些国家安全的东西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究竟有个国家的人 如何去保护自己 保家卫国 国防 这些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的 这个航天战博纜会 就在阿弗罗恩机场 就是很近Gelan那里去举行 我和你就住雪梨了 上个星期我们就无瑕去墨尔本 我们有一个清洁澳洲日 我们有些义工们就在雪梨的某个地方 去帮忙去收拾垃圾 我们有些照片都拍了 长程就看我们的Facebook的 专业那里去看我们的活动 如果凝聚更多的 在澳洲住的港桥 去做这些社区活动 其实对于建立一个港桥群体 或者是给人家有一个印象 来到澳洲的香港人 其实都很热爱这个地方 也很愿意去做公益活动 这个也是一个好事来的 这个当然了 因为始终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都是很想投入那个地方 一些社区的活动 不要整天只是围绕 都要认识一下社区 然后看看怎样可以在社区当中融入 可惜我们没有去阿富罗人机场看航天战 不过我今天就 就是尽人情牌 我就请到住墨尔本 也都上个星期去了阿富罗的 这个国防博栏会的鹿爷 上来跟我们讲一下 他去到的所见所闻 喂鹿爷你好 大宝你好 大宝你好 James你好 大家好 鹿爷你好 鹿爷你都算是新来澳人士 来了澳洲都五年以来 阿富罗这个航天子上一次 2019年 刚刚在疫情之前 你应该就没来这个墨尔本定居 第一次参加 你的感觉应该不会像以前去看天马南 或者去看石江军营那些的 是啊是啊 我想这个巷展其实都挺大的 以前小弟都是一些叫做军事迷 对于这些军事上识 又或者是那些新闻的话 都有一些认识和关心 我来了澳洲大约两年左右 见到这次刚刚有这个机会 就有这个航空展 也是疫情之后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 也都很庆幸 就买到飞 入到场 就可以去跟整家人一起去 浪费了一天去观摩一下 不同的 不同的飞机 和一些陆军的设备 甚至是一些民航的 飞机也会有的 那挺好的 还有地方又大 我记得以前 小时候去天马南 你像豆腔那么小 远东金融深深望出去都能看得到的 石岗军营就好一点 但是飞机也是没得飞的 不会有空中表演那些 那你是礼拜几去的 我是星期六去的 整个展览 其实就分了两个部份 一个部份就是一个业界的 业界的展览来的 当然是包括不同国家的代表团 又或者一些澳洲国内的团体 大专那些都会有展览 当然就是这些 就是一些 VIP 又或者有一些 叫做Tray Pass 才可以进入 包括一些媒体的话 都可以进入 我看到YouTube 也看到有 这些 有些YouTuber 因为他是一些媒体 可以进入去参观 另外就是 星期五、六日 那三天 就是 公众 公众展览来的 主要是 普罗大还可以 参观一下 不同的 航天、军事设备 有陆军 和空军的设备 好像大埔你所说 有很多飞行表现 都挺精彩的 我经常觉得 这些 就是 海空 不是 是陆军和空军 没有海的 陆军和空军的表现 我经常印象就会想起 以前小时候 James我们看的Mr.Bean 有一集 去了军营 然后就有个mini mini cooper 给个打车 轮扁了 扁了 这个都会有趣的 但是 老爷你去 一家大小 玩得开不开心 最重要是 你不要贴纸买烂售 价钱也不便宜 价钱也不便宜 因为在澳洲也有不同的航空展 我经常有朋友说 在其他机场做的航空展 可能比较小型 澳洲这个国际航空展 就是 号称全 南半球最大的航空展 亦都 名副其实的 都 参展的飞机 亦都 不少 以及 它 分了几个部份 一个部份就是 静态展览 主要就是一些大型的 运输机 其中一架最大就是 叫做美国的C5银河的 运输机 这个是美国最大型的运输机 亦都有日本 马来西亚 德国 当然澳洲本身都有些运输机的 参展和表演 另外 当然 亦都不会 少到一些 军用直升机的 飞行表演 有一些是在 一二次大战 那时候 很出名的 战斗机 或者特技飞行的飞机 亦都有做 一些 飞行的 表演 我想包括 P-51 野马 英国的 噴火式战斗机 还有 澳洲都很出名的 特技飞行团 他们就是 持有了 叫做 PC-21 Pilatis 的 训练机 做了很多 特技飞行表演 我想这一艘飞机 也很有名 因为 它在 不同的 澳洲的 大城市 都有做特技飞行 打个比喻 我记得 在 好像 澳洲的 或者 NZ 的 澳洲的 特技飞行表演 都有 做 另外 一个 都比较 特别的 表演 就是 韩国的 韩国的 特技飞行 应该是 金银的高级教练机 那是一个 噴射 噴射机 所以 他们的表演 都很壮观 因为有很多 都是很高难度的动作 还有他们也是 飞得很近的 我可能 之后再 分享 几张相片 给大家看看 这样 好呀 当然 重头戏就是 说了 说了这么多 一些是普通的飞机 其中一个 全世界最大的 军事大国 美国 它 就像是 晒晒的 把 本钱全部 掃出来 嗯 比如刚刚说 银行军炸机 也有 不同的家用机 都会探线 以及有 B-52 轰炸机 这一架飞机 已经是 由越战到现在 仍然是 宝都未老 老而来坚的 轰炸机 以及 最厉害的 两架 一个就是 P-35 Nightlink-2 的 隐形战机 以及 现在 已经 出了 20年 又多的 F-22 Raptor 隐形战机 他们做的表演 他们做的超高 超高冷度飞行 实际上 可以让公众 观摩 以及 体验到他们 飞行的能力有多强 而且 差点忘记了 就像刚刚 现在 Top Gun Matic 他们 持有的F-18 也有很多 不同的 情况 的表现 有做出来 但是 这些很精彩 马华力 连这个也做出来 James 適合你的 我觉得 其实听上去 是军事迷 以及 飞机迷 他肯定很兴奋 是啊 拍照拍片 他们都不介意 你在公众 走那里 对着 这些 飞机拿着 大的 即是 镜得很近 那些 镜头去 摄影 这些 就叫做 拿着 拿着 工具 拿着 长炮 去打 飞机 不是 是 去摄影 这个飞机 是 就是这个 小心点 说话 那么多 军事迷也好 那么多 摄影迷也好 对于这样的 新科技 或者 文明不如见面的 一些 飞机呀 或者一些战斗的 一些的 器械 我想都是相当之有 兴趣 甚至乎 可能是有一些 我们所说的 业界 业界也有去 澳洲的 国防专家 Linken Parker 之后 报料 就说 在这个航空展 看到有些 三名可疑的 华裔男士 拿着一支 大镜 然后去 对着 F-33的 Raptor F-35的 飞机 来 拍照 还有 拍照 在场人士的样子 喂 是不是你来的 鹿爷 玩东西吗 当然不是 他们那些是否业界 那几天才发动的东西 来的 我就不清楚了 你看到那些照片 他们拿着那部机 好像是Canon 还是Sony 不知道 但是 其实 我们去那天 不同国籍 或者不同背景的 观众 都有 带一些 挺重型的装备 当然 他们的对象 肯定是 飞机 或者那些设备 他是不是因为 拍了人 所以 特意去 批评这些人 所以才那么敏感 这个 不得而知 你知道 有两个国家的人 被 不被运害 进入会场 他们的业界 但是会不会有 有些来自 潘多拉国的人 就好像 像Lincoln Parker所说的 做了一些 奇怪怪的事情 不得而知 但是这些国家安全 是人人有责的 所以他说出来 公告天下的时候 就会觉得 应该要 建议即报 James 那当然了 我又讲开 就是你讲开 我又觉得 去到 应该很多人 都好像他们 拿着一支 这样的长炮 拍照 那为什么会 看到他们三个 这么特别 阿龙爺你都在 你看到 你都是一个 亚洲人 他又不说你 他说那三个 我就不知道 那个个中原因 但是 我记得 那个会场 其实就分了 不同部分 刚刚说 大家拿着 长炮 去迎飞机的话 就肯定是户外 他也都有一些 观众席的位置 其实都你可以 席地去放下 放张 那些野餐战 就去准备 其实那里都很多人 拿着相机去拍的 另外一边就是一些陆军装备 包括那些 Bushmaster Strike Master 就是现在 湖南战争 很出名 澳洲捐出去的 装甲车也有展示 很多 不同的陆军装备展示 另外有一个 有几个场馆 就是室内场馆 里面就真的有 澳洲本地 和欧美那些 的参战商 包括 大型的 军火箱 包括 波音 诺杰马丁 雷霍 雷神 还有 法国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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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那会不会是 有些 设备 拿去拍照 是不是在 室内环境拍到 特别的人 那就不得而知了 因为毕竟我们 在星期五、六日去那时候 室内场馆 都有一些 参战商 都有展示出来的 但是 如果说一些 比较大型的军火箱 又或者是 一些比较敏感的部门 的 摊位 其实已经 闪了 就没有了 还有 有几个大的参战商 他们是 有自己的 棚 应该是 给到 业界进去的 那些 大家明白到 这些 结密敏感的 资料的话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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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五、六日 这个公众 开放日子 那些 真是 没得入的 就封锁了 那是不是 事情发生在 这些敏感的场馆呢 那这个就 无重稽考了 但是 我也是觉得 自己做事 就是叫做 光明正大去 拍照啊 或者是光明正大去拍一些公众给你拍的那些东西的话 那绝对没问题的 那为什么会被人感受到 那这个 真是要看回 当时人去 讲回那个故事出来 那时候是怎么样 明白 这个也是 正如六爷说的 光明正大 这样去做的 我相信你不是这些什么人来的 我们只是 只是讲笑问 是不是你的 国家有没有给你任务 我们是亲子的 给小朋友观望一下 原来 就是 这个世界 都很多 不同的 不同的东西 看 甚至 都是这么说 在航空 军事 这个都是一个 一个行业 就算 以前你在香港生活 香港读书 或者做事 你都很少我接触 航天的 那个行业 绝对 这个我同意 是啊 作为一个 来到澳洲住的港桥 我觉得 给小朋友 或者给自己 多一个空间 去接触一下 不同的领域 就是香港 你知道 香港人的嗜好 只是上班 其实世界很大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可以去看 可以去教育小朋友 是的 这一集 到这里 我们衷心 感谢 祝爺 上来 跟他分享 他去航天展 究竟有什么看 稍后你会给一些照片 我们会放在节目里 给大家看 感谢你 继续 加油努力 谢谢 無論是租屋或是買賣 選對才買 無論你是新來也好 回流也好 香港來的朋友 我知道要重新再適應一個地方 是非常困難的 無論如何打給我 地產威廉 647-896-8939 我一定會盡心盡力幫你們 回到另一個和理查 James,有沒有喜歡去唐人街吃東西? 我覺得沒有去唐人街 你說是雪梨的唐人街還是麥爾本的唐人街? 麥爾本的更加 要飛過去的 雪梨那個 上次不是去喝茶 上次約了阿蓉仔那次 約了阿蓉仔那次去喝茶 好像是幾個月之前 不要緊要 唐人街很多中式食肆 大家都知道 雪梨都有幾個所謂的小唐人街 南部有好市衛 簡直去了廣州一樣 又或者雪梨的西北有伊士活 又或者北部有車士活 很多的中餐館 很多中國內地 中國香港 我們要政治正確 中國香港 還有中國台灣的菜 都可以吃到的 其實澳洲我想有度好 很多移民來到這裡 煮的東西都很正宗 除了那些元素周期表之外 那些澳洲入不了 你問我 其實你問我 來到澳洲其中一樣 對於我來說 最不開心的東西 就是吃那些東西 都是大部分 都很自然的 就是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地方 大部分都是 所以是跟在香港吃東西的時候 是真的有點不一樣的 是啊 但是我想其中一樣東西 就是很多來到澳洲住的港橋 最不習慣的就是 去唐人街吃東西 或者去吃一些中菜 都OK的 但是價錢真的有點貴 是啊 我發覺現在 閒閒地 不要跟人家介紹 我去Eastwood 就這樣辦 都收我二十多元 還要加飲料 是啊 這個也是很貴的 我相信 除了老闆要賺錢之外 讓務出自讓身上 食材都貴的 人工又貴 所以每樣都貴 我們都說 人工是不加 但是外面的通脹全部都加 所以 變成了 是不是真的 會引來這個官非呢 不得而知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話說 在麥爾本的唐人街 就有其中一間的茶餐廳 還有一間的餐廳 又被Fair Work 公平工作調查專員處 接到投訴 要去查牌 對呀 其實Fair Work 這些茶牌的事情 都不是什麼新鮮蘿蔔皮來的 因為呢 都難聽這些說句 尤其是亞洲的企業 尤其是某國人開的企業 都幾常會發生這些事 通常都是會 因為我始終做人事 就是我比較 就是這樣比較敏感一些 就是很多時候呢 他們是 會盡他的一切能力 去確保 他是可以省到最多的 所以就有機會 是會用很多不同的手法 就是省得一元 可以一元 是不是呀 所以就變成了很 很有危險 其實其他的 其他菜的餐廳 都會有這樣的危機 為什麼Fair Work 就會很喜歡查些亞洲 甚至乎潘朵拉國的餐廳呢 其實他不是真的特別喜歡的 有時候我發現 是有幾個原因的 大家要記住 就是Fair Work呢 是不會無緣無故的查你的 就是很多時候呢 他查得你呢 就要不就報算啦 要不就有 就是怎麼說呢 有些人看不過眼 其實也試過有一些個案 是為什麼會有 就是Fair Work會查 是因為呢 是有人看不過眼 就無關他事的 其實是駕倆來的 他覺得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他就覺得 就是拔開衣服 有一個S的做正義的朋友 就算了 然後Fair Work就會因此去調查 然後呢 如果真的發現有違規的話呢 Fair Work就會作出檢控 這些堅毅勇為的朋友 真是值得表揚 你記不記得呢 就是兩三年前 阿德來德市 那條唐人街 雖然已經很短了 短到不堪的了 那唐人街的一間珍珠奶茶店 看到一個老闆呢 掌握一個員工 然後引起一些工份 遊行 然後被人發現原來他 過不了Fair Work的requirement 是呀 所以在澳洲呢 對待員工呢 又難聽些說句 真的要小心些的 不是一會兒 你有沒有覺得 好像我們剛才說的那位 有這樣 一時可能 情緒不受控制 就做出了一些 令他自己後悔的 終身的行為 是 那是否終身呢 就不知道了 其實呢 這個Fair Work 這次查這個脈耳本的 這間的所謂的餐廳 其實是一個連鎖來的 那他不僅是可以查餐廳的 那但是就有人投訴 那就是要去查餐廳 查冊 不是 是訪問一下那些員工 是查冊 我們上個星期去淡仔那些東西 那我們去 他們公平 就是這個Fair Work的人 就去問一下那些員工 你有沒有少了薪 又或者是你的打卡是怎樣的 這些禮牌都是要問 就是綠口供之類 這個集團呢 就是被人突擊去查牌 就是原因是因為 就是之前有前科的 那麼他一個集團呢 在這個Apping 不是說來那個 是麥爾本那個那個 那就是曾經 試過拖別人 7萬元的薪金 說7萬元很誇張 是啊 就是以一般的所謂的Waiter Waitress 如果你真的翻足工 翻足164.66個小時 的時候 就是一天翻8個小時 然後計算22天 那其實如果你說 他們的薪金通常都是說 五萬多萬元一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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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他們可以 黑購到7萬元的薪金 那就是黑購了很多名員工 以及黑購了很長時間才行 你說得對的 其實你說 黑購工資這件事 就是僱主 是 真的要很小心 就是因為每一個行業都有它自己的一個工資制度 就是Award Rate 如果一個不小心呢 是真的很容易呢 你就會 給少了錢 又或者是 就是沒有跟那個行業規定 去資深的 不過當然了 剛才我們講到 那政府是不是這樣不近人情呢 那當然不是的 如果你真是計錯數了 而你又說回政府 哎呀 真是殺了一顆梳了 然後計算對 一般來說都不會有事的 好像我們剛才講的這一宗的case 這樣 會發生事 或者Barrick會來去吵 或者去調查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這件事可能是 就是他根本沒有糾正到他的錯誤 而令到Fairwork覺得 你也是 就是 就是玩東西多了 於是 於是 展開調查 然後呢 就說 原來他根本 就是故意的去 去 黑購員工的工資 因而呢 到最後呢 是作出這個檢控的 是呀 那這些呢 其實就是 中Fairwork 罰款 就很大罪的 剛才說 這個在墨爾本的一瓶 不是術力的一瓶 那間餐廳 我們就不公開名字了 大家住在墨爾本的都應該知道 墨爾本一瓶變兩間 那麼 黑購了七萬元的工資 那麼 公平工作的調查專員 就起訴了 那麼黑購了工資 最後你知不知道 罰了多少錢呢 哇 通常這些 懲罰性罰款 可大可小的 是啊 結果呢 七萬元的黑購工資 罰了三十萬 這樣呢 但是就 不要以為 只是 潘朵拉國的企業才是這樣的 連這個連鎖的賣麵包 賣咖啡那間的台資 應該這麼說 台資 不是那些什麼茶貸那些 是一個溫度來的 一個未到廢點的溫度 應該大家都知道是哪一間的了 那麼 他們就曾經找了一些台灣學生 來澳洲打工 叫做培訓學習 那麼黑購他們的工資 哇 他們就慘了 結果你知道罰了多少錢嗎 這個我知道的 因為 都是那句 自己做了一行 所以這方面是有看過 他那次是 其實那個數目 都不是真的非常大的 但是那個懲罰性罰款 好像是超過四十萬的 是 是四十七萬五千二百 是啊 因為他這個 就正如我所說 是一個阻嚇性的罰款 來的 因為 如果那個企業 他認為 他自己 對不起 衰了 我就賠回了 我不會再犯了 我沒有所謂 若然是被Fairwork認定你 是有計劃地 去剋購工資的話 那麼那個懲罰性罰款 就會非常之高 沒錯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阻嚇性的Fairwork 怎樣去幫助澳洲的勞工得到合理待遇 這個是其中一個主要的措施 另一個措施我想Fairwork都會很專注做 因為通常被黑購工資的人 通常有幾個特色的 第一就不是英語為他們的第一語言 就是不是一聲說英語的 第二就是很多是一些新來澳人士 又或者是一些臨時簽證字 有人就是475 或者Working holiday 這些人就很容易被人黑購工資 又或者不知道頭不知道老 都不知道澳洲是什麼法例 就算知道澳洲會扣稅 澳洲要供公積金的 但是供多少 或者扣多少稅 到底是怎樣計算的 有沒有Award rate 這些剛剛臨時簽證的人 或者新來人士 真的不懂的 澳洲的無論是 剛才你所說的Award rate 或者是一些工資的法例 我相信比世界很多的國家 都是複雜的 所以如果你剛剛來到澳洲 真的不明白的話 千萬不要說廢話 或者怕醜 或者不想搞到人而不問 因為這個是直接影響到你自己的收入 第一 第二就是你會直接地影響到你僱主 有時候僱主未必是有意地這樣做 而你又不出聲就會令到大家有個錯覺 就是你特意刁我 而可能構成誤會 第一 第二如果他真的這麼不幸 你或者有同事是因為這樣 而他報了公共工作的話 所以僱主也會因為這樣而被懲罰 也是他未必想的 這也不是大家想見到的 是啊 但是教育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大家覺得你的薪金 是不是可能被人剋靠 或者不公平待遇的時候 Fair Work幫到你 Fair Work是有截線 可以發電郵 最重要的是匿名舉報 這件事就很重要了 匿名舉報就不會被報復 澳洲很多的法規 都是沒有匿名舉報人的保護法則 就是你報了一串 被人知道是你的時候 你很麻煩的 但是Fair Work可以的 因為可以匿名 那就查了 查完之後 但是最後這一點我想說 真的很好笑的 就是Fair Work在2021年至2022年 2020年6月30日的財政年代裡面 公佈了匿名舉報的報告 就是有多少 最重要的一點是很好笑的 有些人用英語去舉報 有些人不是用英語去舉報 可能他們英文水平有限 這些不是用英語舉報的匿名舉報裡面 有55%的人是用中文寫的 那代表什麼呢?請問 不熟不熟 當中55%是中文寫 或者我們細分38%是用間體中文寫的 17%是用繁體中文寫的 我相信那些勞工 有些人不是很懂得寫這個飯看中文 所以唯有吃間體中文 他說不熟不熟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你沒有聽過嗎? 我有 他說不打 我沒有說不穩分 OK 好 你會贏 你會贏 您會贏 所以大家發現 這些人工或者工作待遇 可能是疑似 好像僱主人的犯規 不要客氣去Fair Work 去看你的權益 然後去作出你的舉報、投訴 然後為自己取回應得的份 澳洲是可以的 澳洲仍然是一個法治國家 不會先解決看出問題的人 所以大家放心去舉報 下一節回來我們又說說澳洲的移民簽證又有改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和你分享 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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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做到就贏 詠春方永康團術館 團體畫個人授課查詢647-928-3972 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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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又回來一直的和理 James 通脹猛於虎 和息口猛於虎 我們剛剛這個星期澳洲的儲備銀行行長有講話 然後又加息了 已經去到3.6厘了 已經加到 我都問了 是啊 現在是連續第10次去價值 如果你在供50萬的樓 你應該每個月的供款已經加到接近 加了接近1,000元 不是加到1,000元 我看著他加了 心都寒了 人工又加得這麼快 人工又加過嗎? 我想現在很多澳洲的網民也好 澳洲的稅務居民也好 我想其中一件事 最關切的一件事是澳洲的儲備銀行行長 這個阿盧爾博士究竟9月份約滿之後會不會繼續續任? 我覺得有些可能進一步 問他什麼時候死的? 大哥 現在這樣加法 即是大家都… 即是就算你說 哦 好啊 又幸運今年有人工加 這樣就算了 你一樣都跑輸通脹 即是怎樣都死的 其實 有人工加已經好了 起碼你不是輸7.75了 就是了 老闆說7.75很高 但我看回原來貿易在80年代那時候都很厲害 是 他們80年代貿易很厲害 息口去到19厘 然後就工得很辛苦 於是我們所謂的baby boomer 那個年代就有寄予我們那時候這麼辛苦 我們打兩份工什麼的 但是他們又不說那件事 所以他們的工資都加得很厲害 那當然要告訴你 有多辛苦的嘛 明白嗎? 是 所以他們加得很辛苦的時候 他們都有助響其成的 就是有一個接近前總理 即是澳洲的前總理基庭 他那個時候開始建立一個供值金的制度 然後澳洲的人就僱主幫他供工資金 然後一直滾傳 到他退休的時候 退休有保障的 你知道澳洲人以前都是很... 有不可以叫做洗袋的 只不過是他們沒有什麼儲蓄的概念 所以工資金就幫了他們去儲錢 等他退休的時候 臨路也有得過勢的嘛 是啊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對於澳洲人來說 我同意是一個很好的方案 因為 像你說的 我也覺得澳洲人 這個儲蓄的概念是完全不夠亞洲人全面的 嗯 這個也是的 現在他們就在響其成 他們早年又存下了一些供值金 然後到他們一退休 走著一個經濟增長的快車應該都盤滿盤滿的了 但是神又是你 鬼又是你 即是當年工黨的基庭政府就搞了一個供值金出來 現在也是工黨政府 澳洲的財長查默斯在前個星期就公佈了公積金的改革 哇 現在真是想自毀長城這樣 是啊 那一朝天子一朝神的時候 他有他的改變呢 就是... 也不可以說摸一口飛 只可以說他改的成效是怎樣 或者他有什麼建議要怎樣改 他呢 就想改這個供值金的制度呢 就很簡單的 他就非常之很華麗的說一句話出來 用二十四個英文字說出來 那我就不說英文的二十四個字了 我用回中文的翻譯了 他就說 對於供值金他是這樣看的 供值金的目的就是用來給你存錢 在政府支持之下可以用公平和可持續的方式 是為了有尊嚴的退休生活去提供收入 好像很棒的吧? 是啊 好像很棒的 聽了好像很棒的 好了 大家都說了 聽完之後又吵爆他 那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說工黨政府和查默斯財長 就想著怎樣可以活得有尊嚴呢? 他的方案就是說 在一些還未開始用 可能還未退休 還在購入的供值金裡面 如果你的供值金的賬戶裡 如果你的供值金是超過三百萬澳洲紙的話 是要收30%的資本增值稅 哦 其實開完而已 老闆 說這麼好聽 幹什麼? 不夠錢用的 是 不夠錢用的 這是固自然的 但是這個概念對於普羅的澳洲人 真是聞所未聞 聽所未聽 但是基金經理就出來吵了 其他黨派的議員出來吵了 傳媒都出來說他這個概念很邪惡 你只是為了 你說得這麼好聽 到最後 其實都只不過是在告訴別人 是一個方法做錢 是 為了政府的 是 為了政府的這個很重要 這個概念為什麼會被人罵爆呢? 首先第一件事 澳洲是有一個資本增值稅 capital gain tax的概念 什麼叫capital gain tax呢? 最簡單來說 James 你去買開股票 你去投資澳洲股票 比如你買必和必托BHP的股票 你用50元買入 然後你一直保存在賬戶裡面 政府一直都不會抽理稅 直至你賣出去那一刻 你50元變成60元 那你就賺了10元 他就在你10元賺那裡抽理稅 這個叫資產增值稅 資本增值稅 這個就沒問題了 概念就是這樣的 但是問題是你這個 我只買賣股票這件事 資本增值稅是在哪一刻去實現的 就是你賣股那一刻才實現的 就是說如果你一天不賣股 我告訴你手上的必和必托股票 升到150元 政府都是無權抽理稅的 OK明白 那就是說在現在的新的計劃裡面 是不是都借你先了? 沒錯 在新的計劃裡面 就是他不管你到底賣了沒有 總之你現在升到150元 我就拿150元減50元 你賺到100元抽了你30%的稅 那當然是被人罵了 就是這些 尤其是用你剛才股票的例子 OK容易些明白 可升可跌的 我升了你就抽我的稅 那下跌了就死了 下跌了就死了 下跌了可以給你一個信用 他不會退錢給你了 抱歉了 他給你信用 下次再升嗎? 我們再跟你扣數一下 我不是這樣看的 我當然不認為下跌的時候 他會咬我 我的問題是 我升的時候 OK我明白 我明白 升的要付錢 OK 但是我還沒放的 他不升 他跌 我是不是可以問你拿錢嗎? 他很明顯只是給你一個信用 是不會給你錢的 工黨沒有死錯人的 明白了 我沒有問題的 明白的 那當然不會死錯人 所以為什麼那些澳洲人會不喜歡 邏輯上 第一下已經錯了 第一個邏輯已經錯了 那件事根本仍然是我的 不是我的公司 一天不理會 一天都不是你的 沒錯 對 根本上就不應該是屬於政府 是我的 私人財產 我賣了 我有錢賺了 那你抽我的資產 新增值稅沒問題 現在的情況就是什麼呢? 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養九百太便宜 你每年收我一次錢一樣 我覺得都有點類似的 那為什麼他要每年收你cheaps fee呢? 因為你養著一隻狗 是的 因為我養著一隻狗 那這些是什麼呢? 這些就是保護費 是 所以就是保護費 但是最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群起工資 就是自由黨的議員 就是對家 就是我們的在野自由黨的議員 當然是罵爆了 那獨立議員 就是有不是自由黨 有不是工黨的議員 都罵爆了 這些是抽水的好時間來的嘛 沒錯 沒錯 抽水的好時間 現在不罵你 當然了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這些 這些獨立議員 背後他們所代表的選區 是富人選區 他們都要為選民交代的嘛 就是富人選區 我們剛才已經說了 三百萬嘛 說真的 我問你 有多少個M 有多少個你的 那個強積金裡面 是會有三百萬的? 我沒有了 大寶就肯定沒有了 大寶回來了 不是很久 回來了十年就好 十年你可以聯想一下 我儲這個公積金儲的有限 你不是這樣計 三百萬 OK 我就脆脆的用三百萬去計 好 就是說你要在 三百萬我也脆脆的 是計 represent 就是10%的 OK 那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要供三百萬的強積金 就是說你要有三千萬的收入 總收入 這麼多年來的總收入 OK 三千萬總收入 剛才我們說的強積金是大約三十年前左右 是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左右 OK 剛才我說多少 三千萬 三千萬除三十 即是百萬 沒錯 一連一球 另外一連一球 就是理論上 但是當然你要知道 澳洲的公積金 就是有兩個很千奇百貴的制度 第一個制度就是你可以 薪生自己的人工 薪生自己的人工 就是被人罵爆的其中一個原因 薪生的原因 就是可能很多人在高一點的稅街 就是可能當日他是交了四十六個百分之稅 那麼他就差一點 就是突出去了四十六 我就會自願犧牲一些人工 我現在不收那塊薪金 我放在公積金裡 從而由四十六個稅街 就跌到三十九個稅街 那麼省很多稅 那麼那塊錢 以前的降息 以前的公積金 如果你真的要提出來的時候 政府是抽四十五個百分之稅 十五個百分之稅 現在的 現在的 那樣是三十個百分之一倍 好了 這個就被人說 你真的給我一個陷阱 當日你就說 我可以犧牲自己少少的薪金 然後放進去公積金裡 然後在那邊滾 就是在那邊投資 在那邊滾 然後然後就可以十五個百分之一走人 那麼這個是一個稅沒有優惠來的 就是你十五個百分之一的稅 和四十六個百分之一 所以你都知道 都很禁的 那麼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是的 其中一個被人罵爆的原因 就是你引人落搭 然後然後 就是養肥了一隻鵝 就來劏牠吃鵝肝 這個當然啦 這個是其中一個 他就是會被人用來去 就是說他的地方 這個對 第二其實如果我又回到剛才回頭 就是你有雖然說是 你的強積金是會有增值 就是之餘此類 我們繼續吧 三十年 一百萬一年 就是一百萬年薪 就是十萬年薪一年 就是你以為 開工開始一直都有十萬年薪一年 其實在澳洲不是很多的 但是你又恥然差異了 有些人就是打一份牛工 就有這個年薪 有些人呢 他一個的收入 就是所謂的總年薪 超過十萬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的銷售 做銷售師 很爬數 這個就很容易會過的 這個就很危險的一件事 還有另外一件公積金 就是很喜歡玩的制度 就叫做SMSF 在澳洲 就叫做自我管理的公積金 我不找這個基金公司幫我教 我自己拿一塊錢出來 就是拿一個公積金出來自己炒股 那也是一些挺好的回報 如果你當年是很幸運的話 就是你扔過SMSF 就是自我管理的公積金 來買蜜蜜蜜 就是現在就不好了 買蜜蜂蜜蜜 那這些就是貼中的話 想做的 做太大 奢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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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奢些 blanc 在六角度去看的时候,那个人一看就有问题了,你现在这样刺我,那当然是吵了 所以民调结果公布了这件事之后就很两极 支持自由党或者支持国家党的人 只有54%的人对300万抽理税是支持的,反对有42% 公党的支持者支持300万抽税的是八成 OK,挺厉害的 是啊,挺两极的,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人很不喜欢,想财富平均 工党就是第四条的党章都说明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 不是你想判斗拉国那些,已经说明是财富平均的,比较社会主义的 左傾的一个政党,所以他们自然就会,他们支持者当然想财富平均 哇,三球公积金怎么搞错,是吧?就是这种想法 虽然说虽然如此,有超过一半人支持300万抽理税这件事 但是呢,查默斯是带头盔了,他说这个措施呢 就是想在下届联邦大选之后才去实施的 咦?为什么会这样说的呢?首先第一,是不是他想着 下一届也是在工党会继续执政呢? 还是是给人去试验呢? 两样都有,我估计第一件事就是逻辑了 第一件事就是他当然是会有那个自信 是会继续执政,一般来说都是两届才换党的嘛 上次上次就三届了,但一般来说你看回国际社会的惯例 或者是这么久以来的历史,通常一个党呢 除非是有什么东瓜豆腐,有战争啊 或者那个党真的实在太糟糕了 否则的话呢,一般两党两届就会轮替 就有这个政党轮替的嘛 所以他打算放在下一届呢,就无可厚非的 因为他需要可能计算这么多的数啊 做更好的准备,就是他都要说好自己的故事 但是时间不等人的,现在工档上场就九个月 这个民调显示,这个对于总理阿尔巴尼斯的满意程度 就去到55%而已 而不满的程度是升到38%,所以正值就17% 幸好澳洲也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正值17位 甚至去到負責負責 那最後就會撤責他了 你不像某個地方 你多麼不滿 負責到不知什麼 都是繼續催你不將的坐在那裡 你撤責他 黨依然還是執政的 所以我想對於財長來說 他那個誘因 去到下一屆的誘因 我覺得仍然是處於他有信心 那個黨是可以去carry到下一個輪體之前 是 那這個究竟是不是會繼續被人罵爆 或者國會的聯邦議員都是繼續去投資 支持這個計劃去推行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應該都夠票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三球空積金的人就小心一點了 我們這一節的時間來到這裡 下一節回來我們又說一下剝削工資的人 有什麼後果了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播 我們去查 OK 如果你睡醒起來覺得腰酸背痛 又或者越睡越累 你就要考慮一下換一張承托力 適合你的身形和睡眠習慣的床褲 如果床褲太軟 你睡覺的時候腰部會下沉 令腰椎肌肉拉扯受壓 令腰酸背痛 如果床褲太硬 床褲和你的腰背之間出現空隙 肌肉缺乏承托 如是這身體的肢爭點如頭、肩膀、臀部、張誠受壓力 然而影響到血液循環 將床褲要慢慢睡 當然要試過才行 快點拿起來的電話 打416321882 找尼安家師聊聊 床一定要選最舒服的 大家好 今天我們首先跟大家說一下 一個不好的消息 大家都聽到的 就是近日我們聽到消息 李卓仁的太太從英國回到香港 過了幾天在赤柱監獄的外面 被國安拘捕 帶上七人車 到這一刻我都未收到進一步消息 究竟最後下落如何 究竟是保釋了 還是落案起訴 還是釋放 他還能否回到英國呢 我都未知道 但是個人層面來說 這件事都頗傷心 因為令我想起 雖然李卓仁和我都是幾不同的年代 我的年代很多人都叫做人高 他都是一個很好的前輩 過往他立法會年代 他沒有同一時間在同一個立法會裏面做的 我入立法會的時候他已經退了下來 所以實際個人昨天的交流不太多 但是都記得我離開香港之前 那半年之內 我有機會跟他和一些民主黨人和傳媒的人一起吃一頓飯 我很輕鬆的朋友會這樣吃飯 那時候他太太也在那裡 所以那次是唯一一次有機會跟他太太一起坐下吃一頓飯 他太太不是很多話說的 也不是很高調的人 那當然知道這麼多年來 在仁哥的公運裡 他都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從旁輔助 也是為公運和社運付出了很多很多 那我最記得的 因為那時候我還是比較小一點 就是二十幾歲 我有一個背景就是我在加拿大讀過書 但是我就沒有在那邊讀完大學回來 我是中途轉了回來香港再讀法律 那其中一個轉對點為什麼我回來呢 就是當年23條立法 那次都是我的一個很大的政治啟蒙 第一次令到很深感受到什麼叫民憤 那時候真的很生氣 也很熱血 那當晚就是民主派發起包圍立法會 去到給壓力政府 那天應該是恢復熱毒的 這個23條 那我很記得很多人很多人 一個夜晚來的 一個平日的夜晚 那我又去參與示威 那為什麼說起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我還記得當 我都沒見過幾萬人一起圍著立法會 那那時候已經很多人了 那在舊立法會裡面 就是在王校長廣場 那我不是坐在很核心 我就坐在匯豐銀行 就是從遮蓋的那個位置 在石獅子的那個附近 那他們就是民主派議員 就分散了不同的地方 那時候我只是很普通的市民 還沒入政黨也還沒做議員 應該是 那站在我面前 看著我們這一群的就是李卓人 那時候很感受到他跟市民一起 那個感染力 那個民氣很貼地很貼地的一個議員 也都很貼近基層 也都很掃近 那一直以來看著人哥 每次由二十三條開始 就是由我留意到 接著就一直在街頭 在議會 在公運裡面很多很多的故事 那他跟他太太 我相信都是經歷了很多很多的 患難生死之交來的 就是一對夫妻 那所以也都很觸動 我也都很傷心 原來當一個政壇社運的女前輩 已經受緊的時候 他另一半也是相當痛苦 就是要離開香港分隔兩地 那我聽到的消息 我沒有特別多的消息 那也是傳媒的口中知道 他離長人太太 從英國回香港之前 好像都有打聽過 也都有探索過 就是安全性 那才決定回去 但是最後都是做一個拘捕 除了傷心之外 我都真的覺得很生氣 就是阿仁哥已經運了這麼久 坐了這麼久 那不知道我也有聽聞 他在監獄裡面 是不是出了一些意外 那所以 太太回來看看她的時候 原來都要做出一個這樣的拘捕 那大家要記住 你長人的太太 大家可能都未必記得她的名字 也都不是那些會上報紙頭條 也都不是那些很高調 在政治運動的風眼中心的人 那他可能在社運裡面 或者在工運裡面 是有一些要跡的 但是如果連這個層次的人都拘捕 是一個很卑鄙 很卑劣的政權一個手法 就是別人兩夫妻都抓了 你還想怎樣呢 那其實當然是很無奈 那其事件影響 就是當然對她 她兩夫妻來說是吹心火焰 對很多在海外的香港人 已經離開了 很多都是 就是不像我這樣 一直都在政治的風冷中間 很高調的人 一直都在 對於有一些一直都在政圈 在社運界裡面有打滾的人 外圍一些的人 義工 職員 以及曾經參與過的幹事等等 還有她們的家人 她們選擇離開了香港 可能她們去到外地 都想做一些 就是維繫香港人社群的工作 有些甚至進而做一些政治遊說工作 或者做一些國際倡議 其實她們過往沒有李祥太太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她們都已經很擔心 或者是她們和她們家人有成家離開的時候 她們家人都很擔心 她們還有機會要回香港 還要回香港探老人家 探親 還要處理資產的時候 她們回香港本來已經很害怕了 現在還要面對 看到原來回香港還有拘捕 面對更加高的風險 我都聽聞到 亦都很實在的事實就是 很多由英國或者世界各地 回港的航班裡面 國安警會預先看到名單 亦都會在機場去到拘捕 亦都會去到搜查 你下機就已經看看 你有沒有帶她們所謂的政治為禁品 那這些大搜捕是不斷地出現的 所以這次這個暴政的手法是 幾講盡殺絕 亦都是令到更加多人 覺得回香港的風險都挺高 那就再進而卻步 那這個是客觀的現實 但實際上就是令到 本身更加多分隔 兩地的人就繼續分隔 特別在47人案裡面 我知道有很多他們的家屬 或者小朋友已經離開了香港 他們連想回去探監的時候 都要擔驚受怕 我覺得這個根本就是 極不人道的手法 當然對著暴政 對著共產黨 你不會黑扣他們聯運 你都不會對他們任何的幻想 但是讓大家看到 一起和仇敵害這種憤恨 對我來說是幾分憤恨 那這件事也是冰山一角 我們看到話題一轉 轉到聯合國 聯合國有一個國際公約就是 關於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裡面 聯合國有一個委員會 專門定期去審核每一個國家和地區 在經濟、社會、文化方面那些人權的情況 這個委員會早幾天就出了一個定期的報告 那這個報告呢 在香港當然很少傳媒會報道 因為是對港共是有很嚴厲 史無前例 我覺得是這麼直接了當的批評 他說這個報告說 香港的人權狀況是很差的當然 而在香港的司法獨立 其實已經是被國安法實質上廢除了 那大家你想一下 司法獨立被廢除了 是一個很嚴重很嚴重的指控 而我記憶裡面 聯合國的報告從來都沒有這麼斬釘截鐵 說一個地區一個國家的司法獨立是完全廢除了 這次他對香港有這麼直接了當這麼嚴厲的批評 我覺得是挺罕見 過往因為我也看過很多這些人權報告 他都會說受到挑戰 他的字眼 香港人受到挑戰 受到削弱 受壓 很關注 高度關注 正式說你整個司法獨立已經廢除了 其實是挺罕見的 所以我對著全民傳媒的評論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香港差不多開罰的其中一個最大的警號 也是國際社會最直接對香港的評價 一個很嚴重很重大的警號 以及定論 我覺得當然這個是事實來的 我覺得這個報告這個總括是很忠衡 因為聯合國的觀察沒有停留在2019年的警暴 而是繼續觀察著香港每一年受到國安法被拘捕的人的影響 人權的打壓對傳媒、公民社會、政治上面完全滅聲 譬如李卓人和太太的事件大家已經可以看到了 還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我覺得這個事件是會繼續在世界上發酵的 對於國際的投資者、對於世界的人權組織、國際組織 怎樣看香港的確是會不會放越下的 我覺得當然對身處香港的人來說不是好事 但是我作為海外的遊說者 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責任 讓全世界看清楚香港今天的警方 沒有在任何的幻想 應該更加多的制裁或者杯葛 去將世界自由的陣營再牽成一線 去聯合抵抗這個極權的陣營、政府的陣營 我覺得是相當之重要 共產黨在聯合國裡面有這麼多的影響、這麼多的滲透 但是最後都是出過這樣的報告 我想都可見一班世界上的國際形勢都是天下為宗 這個也是我們在外頭要繼續聯合在世界自由陣線的國家裡面 持續的工作要做 我希望世界會將香港看得更加清楚 可以在水深火熱的香港人或者受近壓迫的香港人 可以盡力有多一分力就多一分力去盡量幫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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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Kluse 什麼叫有錢 有錢到我想拿著五塊錢 剛才我們說了 即供即金三塊錢就是收稅 五塊應該不是小數目 五球是大数,不过这么说,拿着五球在西德尼应该买到三间屋 接着就可以收租,不用租,应该可以的 三间屋在雪梨这么高消费的地方,我觉得有点问 两间好吗?一间自己住一间收租 可以的,可以一间自己住一间收租,再加一个小小的房间也不勉强 你就买一间studio租给留学生 studio租给留学生也是那句 陈启忠的父亲说的,陈珍熙说的三件事一定要记住 要有好好的回报就是location,location,location,这个最重要的 我们就不是说这一件事,拿着五球其实就是以前在澳洲 可以申请一个PR的签证,就是我们所说的SIV 就是188C这个计划,就是巨额重大投资移民签证significant investment visa 五球澳子就可以申请,然后就立刻拿着 visa 全家过来四年就可以,就是四年就可以拿PR了 这个是好东西来的,很多人以前就是用来买楼 或者可能就扔进去买债券就完结了 这两件事是最低风险,因为有些可能要你说要去 其他有些国家就要你去买一盘生意回来 然后又要请一些本地的员工,这叫重大投资了 所以澳洲一向这件事都很宽松的 但是可能真的太宽松的,开始有点微言 话说这个工党政府的内政部长奥尼尔就强烈暗示 可能要取消这个SIV的计划 这个计划其实原意都没错的 因为你知道澳洲政府一直都缺水的 有多些水应该都是无任欢迎的 唯一要考虑的就是那些水从哪里来的 是,水从哪里来的就是很重要的,水为采 对嘛,话说这种SIV没有年龄要求,没有怨言要求 大家众所周知,澳洲的签证 就是如果你要做PR的签证 甚至乎以前的457,现在叫做475 这些短期技术移民的签证 很多人都是妄疑却步的一件事是他要考IELTS IELTS就是澳洲史上其中一个最难考的事 因为很多人,我真的认识有些不是华裔 我说可能是韩国,日本那些,他们都很狠狠的 他们都很狠狠的,起码要考三次 三次,每次四个水,都很大收入啊,澳洲 是啊,所以为什么呢? 有很多人就说,如果你能够可以在第一次的IELTS 你就已经可以考到8分的话 其实你就不用找工作做了 因为你只需要去教IELTS就可以了 四条八,读写听说都是8分 不是说随便一科8分 是啊,总之你加上就有8分 不是,我记得以前曾经有电视台的时事节目去玩过 叫一个在这里出生的Native去考IELTS 都考不到9分 当然不行,大哥,很开心的 在这里出生的都拿不到9分 那IELTS是不是有多变态呢? 就是证明他真的很需要测试到你有那个能力可以留在澳洲生活 是这样的意思而已 但是IELTS考得高分和你在澳洲社群可不可以很正常地沟通和生活呢? 就是两样东西来的 那我就熟悉,不是熟悉,附近有一个商场 商场里面就是一个卖梭果的 就是意大利人很喜欢开梭果店 老板走出来就是说什么呢? 两块,两块,两元,两元 那你也要看你附近的demographic 不要这样 是,连会说英文的意大利人都要说国语 不是,普通话 那你附近的demographic的人是说那种语言 没错 就要就着那个群体 就是群体 你要能够去懂得说那个语言 说真的,那你来澳洲干什么呢? 你来澳洲就要说英文 为什么?因为群体在说英文 理论上是的 但是SIV这个重大投资移民签证就没有这个语言要求 所以审批得很快 那2020年6月,即截到2020年6月 澳洲就发了2349个SIV签证 你猜一下哪些人最多 你猜猜吗? 就一定是,潘多拉国的人最多 是的,潘多拉国就占了这2349个签证里面的84.8% 其实也很多了 另外第二,香港人也有5.1% 那真是挺有趣的 这件事 2349个的签证84.8% 就是说1992个签证就批了给来自中国的人 你也不怪他为什么现在会收紧的 就是现在基础上还在喊吵架 就算不要说吵架 我都这么难听了 不是吵架 就是关系紧张 是,没错 那你关系紧张 而呢 你竟然有八成的人 是拿着S两栋来 拿移民签证 即逻辑上听起来也有问题 是不是 其实他们要润的时候 总有很多地方想润出去 最重要是润得到 他理得你便给得到 这个SIV就没有年龄要求 没有语言要求 就是很着素的 话说内政部长奥尼尔想取消这个计划 因为他们已经想着移民的判额 由这个16万去到19万5千 其实不用我们要的是劳动力 我们不只是要钱 而且那些钱只是放在房地产 你可以益到多少个人 所以其实他们就想着 不要搞SIV 我们找多些体力劳动 可以劳动到的人口 不是更好 他宁愿将那个配额 就是我们用这些术语 是 他希望这个配额能够是 花在现在所欠缺的劳动人口身上 就不只是得个钱字 因为到最后如果拿着钱进来 但是你又不做事 也都没有这个 就是在这个商业上的投资的话 其实对澳洲是长远的发展是没有做的 没错 所以澳洲其实都是跟其他大队 其实今年年初 爱尔兰已经没有了黄金签证计划 葡萄牙总理哥斯达 直接出了一系列解决当地房屋的政策 因为又被人炒得很贵 其中一样就是不再批黄金签证去打击炒楼的活动 这个很明显是映射出澳洲的人 如果只是玩重大投资 拿着五球就像James你刚才说 五球自住一层楼 买多一个楼 然后再买多一个房屋去放租 这些寻租客的活动 对于经济的GDP影响有限的 那这个当然了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刚才我们说了 八成多是属于这个潘多拉国的人的时候 现在的中澳关系是有一个 就算他说没有了 我想隐藏着一个national security的一个issue 他都需要去小心和留意 资金始终那么多呢 你要记住在那个国家里面 能够可以拿得出那么多钱的人呢 怎样都是有少少关系 才可以令到他 就是那个财富 是可以到一个这样的位的地步 那如果拿着那么多钱又能够出来的话 现在又难够出来 是不是呢 就是你又可以拿到钱 又能够出来又能够走到 就是你又能够潤到 你潤到之后呢 你又可以来 就是又可以拿着那么多钱的时候呢 是很容易呢 是令人去怀疑究竟你的资金 是来自哪里的 大家都知道资金在哪里的 就是那些人知道 不说的而已 就是你知道啦 就是他们出来是作为一个保障 就是你都知道众所周知 都是上面就是 就是在那个潘道拉国 都有一句很著名的quote 就是钱在你身边都不是你的 离开了潘道拉国的钱才是你的 是啊 如果不然怎么会 这个瑞士银堂说 我们不知道多少钱呢 就是你贵国的人 如果贵国还不收敛一点 我就在银堂里充公了你的钱 哈哈 其实充公就不好的 充公真的好像海盗的所谓 其实呢 就是将这件事透明化就是最好 就是告诉你 哪个潘道拉国的国民呢 就存了多少钱在瑞士银行里 哪个呢存了多少钱 那大家很透明 全部公开就没问题了 哦 那这个当然啦 就是 谢谢你啊 到时候 是不是呢 就是你告诉我 哇 就是 你都大概知道是哪几个 可能有些意义 不过就是到最后 如果有些 就是有些意义 弄了出来 那大家哇哇哇哇 真是这花生真好吃的 不要弄得像ICIJ当年查巴拿马文件那么辛苦 大家公开透明就大家随便看,随便看,随便选择 这些就看起来,如果有得随便看随便选择,我真的不介意看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听奥尼尔内政部长会否重磅的取消SIV令到很多人失望的计划 我们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很多澳洲关于港桥的新闻、消息 大家充气一下听一下,下个星期我们继续和调查 我们今晚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拜拜 Hello,大家好,我是Billy,是iPro Driving School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在iPro Driving School学车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是www.iprodriving.com,又或者给SMS我,是647-963-6025 IPro Online Driving School,上完保险班,保险即刻有discount 快点上iprodriving.com,报名或短信,647-963-6025登记啦,香港人加油 Remembering Leslie, the 20th,鄭敬基念之音音乐会 4月1号,晚上8点 Will you remember me? 门票60元,然已公开发售 售票地点,Scrumptious,黄店 万感广场food court,加乐美食坊 Pepper Walk,大家好 广播道音像精品馆,两间分店 Mark Fillmore Unit 2075 太古广场Unit C75 到时见 明天 曾共度困索奔波每一年 如同路患难每刻 总有知识 无分年落落 如明天一起每天 齐怕安和寄望 分响这信念 无论已迪或架错 总可再见面 愧疼着决意的理想 奔向飞前 想一起同门行 不孤单一人 齐底看暴雨 一起看自由 祈求万世都抹落 苛念荣光 永复民主同流 心灵 苛念荣光 静人 蒙坑 调国 浪桂 ?」 好 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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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